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群真会客室 主著先佛为南天三太子哪吒 哪吒三太子将 圣世为本书作书后语 书后语 降生世间的元灵依止在肉体上 便需先明白世间种种乃至于元神 元臣 去养和糖核酸 二甲基色案 松果体及细胞中有锡元素等等 但是所知之一切都将归于甲体 倘若认甲为真了 便以肉体为牢笼 阻碍元灵借甲修真的机会 因此老子言 无所以有大患者 唯无有身 忠庸 道不远人 人之为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 道老早归于人 犹如四季轮转 日月东升西沉 天降与路纳百川 种种一观察道的规矩次序都是道 然则 世人凡主为客 以为不在道序之中 所以肆意妄为 以人定圣天激励心智 却违逆天道运行 持此念妄成物欲 则必遭天道所示 因此世人乃在道中 须先体认真理 不成欲乱为 才能顺道昌盛 主客之间在于一念的转 如何转念呢 接触大道 宗脉是最迅捷的管道 道生万物 所以一切事物或可私办 或可持有的物体 都是从道中衍生 右旋为阳 左旋是阴 亦因一阳是味道 因此认定道是主 而人在道中 以道德而触万物 便是降生的任务 道是元灵之本 所以万物都是表象 只有认道是修的世人 才能在众多假体中 游刃有余的修真 否则反主为客的情况下 必然随波逐流 轮回六道 总而言之 本书之著 除极以科学为基 解释修持时会碰上的专有名词外 便是婉劝世人知足感恩 活化园林接受大道 如此一来 不仅修道轻松 人生也快活 紫薇帝君将 盛世 为群真会客室作拔 拔 精力 是为了让世人修正行为 以及调整紊乱园林的必须过程 若非精力 世人无有学习 无论任何事都无法成长 然而处处受到呵护者 虽然亦有精力 但其精力是属于他人给予 不容易体会居中的辛酸苦楚 生于忧患 死于安热 再从本著的论调诠释这句话 生于高次元环境的园林 是不容易精进的 事故 无极黄母降下九六园林 一直乃降低园林存有的环境品质 使其不似温室中的花朵般 无法接受风雨侵扰而生长 因此元环垂降人间 必然有不同的精力及体悟 倘若能先明白降生的目的 世人必然珍惜每时每刻 精进自我 意气风发的当下 世人最容易自以为是 而且无法审思自己 所以总有自己一番的论调批评公结 无法定静的时候 运程就开始走下坡 躺在无法自省 一味沉浸过去试机时 便必受时代淘汰 修持也是一样 因为许多精进者大多是三分钟热度 岂知修持是一场耐力赛 只有先明白大道 而后殷勤旅行者 才能从精力上成长 逐日看透了诸多假象 也因此放下了执着 原谅才能成长 知足就会感恩 世间并不是在挑战世人的耐性 是用以不同顺逆的经验 完成每个园林精进的目的 所以本书先让世人明白原灵 肉体内分泌以及种种神经连结的意义 因此满盼世人言阅并践行于日常 终可借由畜类旁通圆满人生 简言致此以为拔 紫微帝君拔于南天直辖五名正堂 兴华帝君将 盛世 做群真会客事 八 对灵性充满好奇的世人 总是迟疑又惊又爱之态度生亏其妙 然则 世人是原灵 欲窥唐奥辅实即是 只要努力观察并改变自己 不难发现原灵可以掌握能量 一级自己就是好歹运的源头 以本书所论及之总总名词 无非用以科学定义的方式 定义似是而非的灵学理论 世人如何自知能量高低呢 从是否坚毅行善上 即能知晓 可惜世人为山九任 功亏一篑 比如 人人皆想改造自己的命运 学习了凡四讯 王凤怡言行路等等 但遇到挫折了 先把信心打个对折 再因疲累或总是杂物缠身 再打个对折 如此一来又如何改造命运呢 人生时间有限 但是道理知识无限 因而如何修好道呢 真理在生活中 实时存有感恩 知足的心怀 且可勇于说好大事 如是之举 必可获得贵人青睐 比如 某甲 以受命到行政机关办理文件 程序虽然简易 某甲却搪塞理由 某乙则应允前去 某甲虽可落得悠闲 并委托某乙一并完成 但事主必然青睐某乙 简单的事情努力且坚持去做 必有良好回报 这也就是因果了 名相的反简 道理的深浅 都不如世人按部就班地践行 所以群真会客室不仅是查询名相的工具书 努力实践其内容 亦可助增进道成 简言致此以为拔 新化帝君拔于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弃元天尊将 盛世做群真会客室之拔 拔空间对于世人重要吗 是的 缺犯空间 无法行走伸展 更遑论互动 时间重要吗 是的 少了时间 世人没有约束准绳 彼此无法衣食会面 然则 重要的空间与时间也限缩了世人 换句话说 把世人困在时间空间里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元灵到底要追求什么呢 其实 过去的你造就了现在的你 现在的你也造就了未来的你 因此 轻重而强与定论的话 现在最重要 即使在不同的空间里有不同形态的你存在 还是要以现在可见可感觉的你去改造现在 才能迎向未来 种种时间 空间的概念 是为了价体的生命建构出来的 因为二元对立的现在时空中 唯有以价才能验证真的存有 本书所着的种种名相 也是为了求真而给予的 世人可以运用 但万万不可执着在名相 否则就如时间 空间一样 现局这园林恢复本来清成了 群真会客室完 满盘流通四海 广度有缘 是为拔 气缘天尊拔于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如果是没有求道的人或信仰别的宗教者 或者求道后没有很努力去道场修道的人 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过关者是直接打回地府呦 没有的话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以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但需亲自联络圣堂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与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没有其他了 小编知道至少会花点钱 但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钱 觉得值得 南网民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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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